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 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氣、生命資源 健康之傳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聽今集的自然療法餘理 我是Carmen 還有身邊的袁醫生 袁醫生你好 是Carmen好 大家好 袁醫生 今集我們有不少來信 第一封來信 聽眾叫做Calvin 他說自己今年30歲 是男性 在兩年半前 因為江門附近 總起了一個像雞蛋 那樣大小的倉 當時非常痛楚 於是去了公立醫院做一個放龍手術 幾天之後拆除沙布 但在這兩年半裏 做過手術的位置 每天都流出透明黏液 有時還會大量流出 尤其多數是在吃完東西之後 便會流出黏液 通就不通 只不過有時便會好痕癢和不舒服 試過看中醫 西醫 亦都是沒有用的 他現在覺得很後悔當時去做手術 亦都不知道有甚麼辦法可以解決 他就希望袁醫生可以給他一些意見 那醫生對於這個個案怎樣看呢 在我過去的經驗裏面 我都很多時候遇到有些病人 有這一類的問題 可能是瘡界 或者可能是滯漏這些 在過去一般人遇到這些情況 都是第一時間想著 瘡就割了它 或者滯漏就補了它 但是往往我們發現 很多時候這種問題 就這樣用一般的外科手術 是根治不到的 那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身體有問題 譬如有些瘡界、滯漏 身體流出很多些所謂的髒的液體 是一種身體的排毒機制 那你一定要將身體那個 所謂身體體內的毒素的根源要減少 令到身體不需要再依賴這個途徑 將毒素排出體外 那麼這個問題才會根治得到 所以我過去呢 我處理這些問題呢 我往往呢 最終呢 都是會用同類療法 嗯 那麼我最近也有一個案例 都是啦 那麼有一個病人 它頭上刪了很多的瘡界 很痛很痛的 有幾粒 很大粒 那麼其實我們今時今日都覺得 這些問題也不應該這麼多 年輕的時候可能都會墊得多些 那麼我都是用 它都搞了成年了 就是痛了成年都搞不到 那麼我都是用痛療法 這樣用兩種痛療法的藥呢 基本上呢 大概都是 都是不夠一個月左右 它已經差不多 八八九九 那麼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呢 這位病人 Kavin 你需要呢 我們可以試用同類療法的方法 那麼這個應該是 最有機會呢 是將這個問題呢 是控制得更加好的 嗯 那麼呢 接下來呢 我們還有第二封信 那這個是一個女聽眾來的 那呢 她就叫做Olivia 她說在06年開始呢 就因為心臟劇跳 手震還有無寒 就去了看醫生了 那麼被診斷為是甲狀腺抗粉的 這個病 醫生向她解釋呢 原因是因為身體免疫能力 自體攻擊而引致的 那麼醫生就為她開了一些 抑壓甲狀腺素 和心跳的藥 但是服藥後呢 雖然那個症狀稍稍舒緩 但是身體的感覺呢 就非常虛弱 她說直到去年 病情的失控和復發 醫生呢 就建議她做這個放射治療 或者做手術去割除這個甲狀腺 但是這位聽眾就覺得呢 如果既然是那個免疫系統問題 照計甲狀腺 只是一個反映 一個受害的器官的部位 她就說 為什麼要割她 當她才是懸空呢 這位聽眾覺得 很不合邏輯這個做法 於是她就斷言拒絕了 她開始四處找一些另類療法去自救 她開始上網看書 看中醫 現在除了看中醫吃中藥之外 還有吃很多補充劑 例如麻子油 Q10 她說也有做器工 但是吃了半年的補充劑 覺得病情還是很反覆 例如情緒緊張 很虛弱 心跳也很快 聽眾就覺得她花了很多心機 金錢和時間 身體又累 又氣餒 但是病情還是不好 她有想過 不如算了 一了八了做了防射治療去 但她還是不甘心 因為她覺得自己還想生兒獄女 想在40歲前就醫好這個病 還有她看過一些做了防射治療的朋友 做完也不見得特別健康 還有三位不同背景的長輩 20年前做了這個防射治療之後 60歲就開始患了癌症 她也很怕自己做完手術之後又會後悔 袁醫生請問你有什麼建議呢? 她就說謝謝你 這種情況我們過去都遇到很多 一般人遇到甲礦 慣常的西醫的手法都是先吃藥 通常有些人吃著藥 可能控制一下 但始終這些藥不適宜長食 通常吃了幾個月或者一年兩年之後 她就會企圖放藥 沒多久這些問題又會復發 接著又再吃藥 又是可能有時候控制到 有時候都控制不到 她就會建議要是用開刀割了它 或者割了部分 或者用電療的方法 大家都了解到 用輻射治療 始終是一種致癌的物質 輻射都是一種致癌的物質 所以人們盡量覺得如果能夠避就最好 如果你強行用開刀的方法 把器官割了 其實你身體是需要甲上線素的 如果你割了之後 很多人就要開始服藥 至少要服藥甲上線素 其實這些藥是吃一輩子 你不是說吃一輩子會好 是吃一輩子 我這位朋友都企圖試過中醫 又吃過一般健康的產品 結果一個情況還未能控制得到 在這些情況之下很明顯 還有什麼可以用呢 在我過去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其實我的主要工具都是用同類療法 我們就要視乎病人的病徵 以及整體個別的特性 我就會配一些同類療法的療劑 我最近也有一個病人都是這樣 一年輕人十多歲 又發現心跳都很厲害 氣喘 然後走一樓梯都走不到 我們有一個測試是驗過心跳 由心跳來反映健康 一驗出來是很差的 很明顯十幾歲的小孩 不應該是心臟病 我一看到這個是甲礦的問題 結果我也用同類療法的療劑去處理 一路一路一路的康復中 我覺得很多時候 雖然我自己有四科的醫療背景 我很多時候發現 最後最後我都會覺得 用同類療法的工具 效果是最顯著和最快的 這位朋友既然試過中醫 既然試過西方的營養產品 即是水自然療法一類 都未行的時候 不妨我們可以用同類療法 這個方法可以幫得到 謝謝 還有最後一封信 這個聽眾叫Janette 她就問醫生 她說她的胸部生了幾顆纖維柳 雖然自己摸不到 已經抽過組織去做檢查 就不是療療 最大顆的直徑大約是1.5cm 醫生說只需要繼續做定期檢查 暫時就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但聽眾就想問問一下 袁醫生 其實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跟治 做些事情 不是只要做檢查嗎 對 現在她遇到的問題 她的處理方法 只是叫她做定期檢查 其實她是在做什麼呢 定期檢查 一惡化就割了 她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醫治她 知道嗎 就是她等著 這件事 在她起碼西醫的角度來說 是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是 只能夠做到定期檢查 檢查到她真的變成癌細胞 就再去治療 就好像等她出現 對 即是很無奈 如果大家真的了解發生什麼事 你覺得真的一個是很無奈的 其實女性看苦科醫生 其中一個最常去的原因 都是因為發現 乳房方面 乳腺就有空部有這些 纖維或者水浪瘤 這個差不多是最容易 導致女性去看醫生的原因 為什麼她現在在西醫角度 有時候都用病人 做一定時檢查呢 因為在這一類的病人裡面 大概會有5%左右 最後可能都會出現有乳癌 尤其是如果你有家族性有乳癌 那這個機會呢 就增加到9% 如果一般來說 如果沒有什麼家族性呢 4% 所以呢 這個是過去的經驗 知道這些情況 都會慢慢會變成 當然了 乳癌是一個女性來講 都現在越來越常見的問題 但是最重要呢 要了解到 這一類的所謂 那個乳房空部的纖維鈕呢 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其實都是沒事的 就是不要怕 不要一遇到這個問題 就疼了雞啊 那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這些這樣的空扇鈕啊 或者纖維鈕呢 其實都大部分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帶大家分享一下呢 這種問題通常會怎樣出現呢 那有一類呢 就是 周其成的乳房 是腫脹啊 或者會痛 那通常呢 是跟驚奇有關的 是呀 那這個現象之出現呢 在醫學上呢 大概呢 都是那個層面去了解 那這個跟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那個刺激素呢 和那個Progesterone 就是另外一種的荷爾蒙 那兩者的不平衡呢 是有關的 那刺激素大家都知道啦 Extrogen Progesterone 叫人激素 和懷孕有關的 那通常呢 就是這種這樣的不平衡的時候呢 就會導致 導致這個那個乳房呢 會腫脹啊 或者有輕微的痛楚 那一般人來說呢 就是很多女性呢 都是會有的 那當然也不用太過擔心啦 那很多時候呢 她都會 就是不是太大的問題啦 只是有一些不適啦 那如果 尤其是 那如果女性呢 是在用鼻孕藥啊 或者是在吃一些 就是那些 那些荷爾蒙藥 因為根延期的荷爾蒙藥呢 那都可能都會出現這個問題的 就是本來平時沒有事的 那這個是反應呢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刺激素啊 和那個那個 那個人激素 這兩個這方面的 不平衡的 那還有一種呢 就是 就是那個乳房痛 就是乳房痛 那就是 那很多時候呢 百分之十五呢 都是因為和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驚奇 那個荷爾蒙 會會會會出現的 那就是 那但是呢 也有的時候 是未必 如果不是說 因為和驚奇有關呢 那可能真的有些感染啊 那可能就是 乳房 有些 有些感染啊 或者 舊的創傷啊 那導致呢 或者可能那個 那個胸膜 就是胸膜 各方面呢 自己本身 本身 有事啦 那 那 那 一般來說呢 是 如果是有些 乳癌來說呢 那乳癌通常呢 那種痛呢 是 一邊的 一邊痛的 就是不會兩邊都痛的 那所以呢 就大概5%的情況之下呢 就會出現這種這樣的乳房的痛痛 那 那 就是 通常一邊的乳房 那 那還有一些的情況呢 我們叫做 lumpy breast 就是很多纖維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有時候呢 就是和那個驚奇 那個有關 有時候呢 也都和驚奇無關的 那 其實 可以這樣說呢 其實每一個人的乳房的胸 都是有不同的組織的 就是 每個人 就是每個人都會有些不同的 因為我們始終呢 我們的乳房的組織呢 都是由油腺體啦 脂肪呢 還有那些 那些纖維 那些黏 那些結體的纖維 那些結體的纖維 那種組織的 那所以視乎 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比例不同 那所以每一個人呢 都是會有不同的 那 但是最重要呢 就是大部分這個情況之下呢 只要你摸下去 覺得它兩邊是對稱 就是它的厚度啊 是對稱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問題來的 那好了 那一般來說呢 就是 如果遇到這類這樣的 就是線體的問題呢 那 那 我們有些什麼可以 具體上有些什麼做呢 好像這位聽眾的 就是不要說 等它變成癌 那你才去做事 那其實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可以去做的 其實一件事 最容易 大家要自己可以做到的呢 就是經常呢 每個月呢 就自己做自己的乳房的自我檢查 那目的就是 讓你了解到自己的乳房的組織 那個大概是怎樣 那要留意呢 就會不會有些特別的新的 或者不尋常的變化 或者它特別厚了啊 或者有多了一些 多一些的總塊出現 那這樣 那這個就比較上是 就是有用很多的 那 那 那或者呢 每一年呢 如果自己真的 感覺上 發現到有些問題的時候呢 那你才去跟進 那 那 那當然呢 我們的治療的主要目的呢 起碼將那個不適的症狀 去處理到它先 那 就不要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 那有一個很簡單的 預防的方法呢 是人自己都可以做呢 就是做自己的 用自我的 預防的 每天 洗澡的時候做按摩 是吧 這個我以前都可能都提過一下 那用橄欖油啊 或者用那個椰子油 那就是洗澡的時候做啦 那按摩之後 再再洗一洗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目的是怎樣呢 是推動乳房附近的淋巴線 是 那在我覺得有很多年前 有十幾年前 有一本書呢 叫Dress to Kill 我跟大家都分享過了 就發現呢 戴胸圍越長的時間呢 那個乳癌的機會就越長 那其實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我們的胸圍呢 如果長期戴胸 帶著胸圍呢 令到我們乳房附近的淋巴液呢 是會流暢的方面 會有障礙 有阻塞 那所以我們要用那個 自我胸部的按摩呢 主要的目的呢 是將那個淋巴呢 是多些來到 就是通脹它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最好的 可能也是最有效的呢 是減低那個乳癌啊 或者那個乳房那些 就是那些纤維瘤啊 水浪啊 那類的問題來的 那好了 那麼我們 剛才也都說到呢 就是那個 那個荷爾蒙啦 那個刺激素啦 還有那個 人激素 這兩個的生臣代謝啦 那它知道呢 我身體哪個器官呢 是專門來處理這些 荷爾蒙的生臣代謝 就是我們的肝臟 OK 那就是說很多時候呢 這些問題 就是荷爾蒙的失調呢 很多時候呢 我們都是因為我們肝臟 處理這些荷爾蒙的生臣代謝 是沒有那麼不夠的 那麼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會用一些營養的工具啦 或者草本的植物呢 好充製 是幫助那個肝 就是疏肝啦 終於說是疏肝啦 那麼其實呢 就是令肝的功能呢 是好一點 那就會一個很直接的幫助啦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跟我們那個荷爾蒙健康的有關呢 就是我們的消化和我們的排泄那方面的問題 那麼在外國有研究發現呢 如果一個女性呢 她每一個星期呢 她的大便呢 是少過三次的 OK 少過三次的 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大便少過三次的呢 她那個這些這樣的 纖維柳的 浪腫水浪的問題呢 她會給一些每天都有 有起碼有一次大便的人呢 是多過四至到五倍那麼多的 嗯 四至五倍那麼多的 那麼以前我也和大家分享過 在好像七年代八年代呢 在加州有一間醫學院呢 她都發現了呢 如果一個女性的大便習慣是少呢 她的乳房分泌那些液體呢 那些異常細胞是多的 多到差不多四五倍這樣 那樣這樣 那也都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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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顯示啦 就是我們那個大便的暢順啦 我們的排毒那個機制呢 是跟我們的身體健康 是很有很有直接關係的 那所以我們都和大家都 就是經常說啦 洗腸是一個很簡單 曾幾何時呢 在美國呢 家家戶戶的家人呢 有些什麼問題呢 都是用洗腸方法 才去企圖去解決到的 那所以不要說只是一般的問題啦 其實嚴重一點的問題呢 就是包括癌症呢 其實呢我用洗腸的方法呢 其實也都很合理的 是應該可以幫到很多的 那還有一方面呢 就是我們那個大腸裡面 那些我們所謂的那些 那些菌軸啦 那些滑乳酸菌呢 那滑乳酸菌呢 那滑乳酸菌呢 是會令到將我們的身體那個 毒素那個 那個流出那個時間呢 可以加強可以減短的 那也都可以減低我們身體呢 是排毒 尤其是那個那個 那個刺激素的排毒 那就是我們大腸裡面的菌軸呢 也都很重要的 那也都發現呢 如果那些女性呢 是素食的女性的人呢 他們排這種這樣的 刺激素呢 是比那些雜食的女性呢 是那個那個 是多過成兩到三倍那麼多 是 那就是說呢 處理這些問題呢 就簡單一點來說呢 自己要自我那個乳房的檢查 定時知道 那看一下留意有沒有 有沒有變 即是有沒有特別的變化 那當然呢 那一般的腫快呢 是良性呢 大多數呢都是 動動的 即是它沒有根的那種感覺 那還有呢 表面是比較平滑一些 那痛不痛呢 其實都不一定代表那個病呢 是不是惡性的 就是很多時候呢 癌性的流種是一點都不痛的 那所以就不能說痛以及不痛 反而很多時候呢 周期性和荷爾蒙有關的流種那些痛 多數都是一種良性 OK 好了 那除了這個呢 我們做第二呢 就是那個做定期的乳房的按摩 每天洗澡的時候可以做 那就用一些營養素或者草藥呢 是保護肝臟 令肝臟那個化工廠主理的方面可以好些 那消化的方面呢 洗一下腸啊 吃一下多些益菌 這個也是一種幫助的 好了 那營養方面呢 其實呢 曾經有一位醫生叫John Minton 他發現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這個歐哈尔 歐哈尔一個外科手術醫生 他發現呢 如果在我們的飲食那方面呢 就減少那些咖啡因的食物 是 咖啡因食物 那包括茶啊 可可啊 可樂啊 巧克力啊 有些情況呢 這類的食物呢 咖啡因是比較多 那也都有一些西藥啦 Anazine啊 Midal啊 Exedrine啊 那這些這樣的藥物呢 其實咖啡因也很多的 那他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呢 二十位呢 女性有這種就是 預防不息的問題呢 如果他叫他 停止所有擒有咖啡因的 食物呢 有十二十個裡面 有十三個的話呢 他們發現呢 他的那個乳房呢 是舒服得很多很多的 OK 那這個也都可以去嘗試啦 那雖然呢 在外國呢 有很多的研究在這方面 跟進過的 那就發現呢 有些就有幫助 有些研究就認為有幫助 有些研究就認為有幫助 有些研究呢 認為也不是那麼大幫助的 那但是簡單來說呢 就是可以嘗試一下啦 咖啡因的食物 包括那些濃茶啦 咖啡啦 還有就算那些叫做 decaf的咖啡都會有的 可樂啦 巧克力啦 還有那些就是 所說的那些西藥呢 含有人的咖啡因的西藥啦 那就是每日記者 即是定時就有大便啦 那還有一個完整一點的 高多高纖維的食物都有幫助的 那還有一種呢 就發現呢 如果女性呢 在那個在進食的脂肪那方面呢 尤其是動物脂肪呢 如果是減低的時候呢 譬如呢 她那個脂肪的那個含量 在她那個整日的卡路里 只是佔15%的總卡路里呢 那一般美國人的脂肪的進食呢 是佔她那個身體的卡路里的 那個總數大約40%的 那之後呢 如果那些人呢 女性呢 可以將那個 那個進食的脂肪那方面呢 尤其是動物脂肪呢 去減低它呢 那它也會有幫助的 那還有一些呢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食物那方面呢 那些纖維那方面呢 是多吃一些完整的菊類啦 豆花類啦 蔬菜啦 水果呢 都會有幫助的 那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們發現呢 有些情況呢 有些情況呢 我們發現 電質IODAN 是 那IODAN呢 也都會幫助這方面 那當然最簡單 增加我們那個IODAN的食物呢 就是哪些食物呢 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海產食物啦 海帶那些 海帶啊 這類的食物呢 都會有 都會有 很顯著的幫助的 這樣 好了各位聽眾 這次時間又到了 那我們現在休息一會先 稍後回來呢 大家再繼續收聽我們這個節目啦 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 28824848 網址 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K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是由大康自然健康中心贊助 好 歡迎各位聽眾回來第二節的自然療法與你 那醫生啊 剛才我們不是說了很多關於纖維柳的資料 那其實我們除了譬如定時 就是幫自己做一下檢查 按摩啊 推動一下淋巴啊那些 那我們其實還有什麼可以為自己做呢 那 那 就是除了那個 剛才所說的 那營養方面其實也有些東西可以用得到 那其中就是 那個維他命E 那在過去呢 很多 過去35年來呢 也都很多臨床的醫生呢 都是用維他命E 來到處理這種這樣的 就是良性的預防那些 那些問題的 那可以說這個 那個遠遠追溯到1965年左右呢 那也都有這方面的 就是已經有這方面的做法了 那跟著呢 1971年了 78年了 8年了 就是有很多大型的研究呢 發現呢 就是維他命E是可以用的 那但是呢 始終呢 最後的發現的療效呢 都不是那麼顯著啦 是不是 那維他命E呢 始終呢 都是不適合於太過大量的用的 那 那除了維他命E之外呢 比較天然一點的食物呢 就是大家可能都聽過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月見草油了 啊 那個 Evening Print Rose Oil 那這個呢 就是一種可以說 一種簡單的食物啦 那 那這方面的研究也都相當之多的 是 在1985年左右呢 有進行一個研究 是291位女性 那吃那個月見草油 每天的用量大概三個克 三個克 那用它三至六個月呢 差不多呢 一半 九十二個女性 有這些所謂 周期性的乳腺症痛呢 就一半呢 就有改善了的 甚至乎沒有了痛呢 或者那些痛重了是減輕很多的 那 而比較呢 就是安慰組啦 就是沒有用真藥的呢 是只有五分之一有幫助 那就是說一半都有的 那都不錯 那所以這方面那個是 就是月見草油 Infinine Print Rose Oil呢 是值得可以 就是可以嘗試的 那用量呢 都是大概 一百 一千五百的mg 用兩次 那除了這樣之外呢 維他命A 也都發現呢 是都有幫助的 那就 譬如胡蘿蔔素啦 那因為始終維多命A 大量來說呢 都是有少少 有少少危險 但是雖然來說呢 話雖如此 大家都要跟大家講清楚 在美國有個研究呢 就是17年的研究 是 我以前都跟大家提過 在17年裏面呢 有三百萬人是死在西藥的 是 一個人都沒有 就是從來沒有人死在維他命的 所以 雖然我們坊間呢 經常都有聽到 哎呀 維他命A 維他命E 即不是水溶性的 可以 是會過量聚集的 那可能有問題 其實 講實來講呢 真是死在維他命A 和維他命E 簡直呢 就是聽都沒有聽過的 那大家 都是這樣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可以用胡蘿蔔素啦 因為胡蘿蔔素呢 是水溶性的 那就是不會聚集 有這個問題的 那胡蘿蔔素的用量呢 可能五萬到十萬 十五萬的單位 每天這樣用了 那當然胡蘿蔔素 最簡單是什麼 紅蘿蔔啦 是 喝紅蘿蔔汁啦 這樣 好了 那我曾經跟大家講過海帶 是不是 那原來呢 那個問題呢 就是發現呢 嗯 身體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甲醇線素呢 是會 會分泌甲醇線素的 那 那麼 那身體那個 甲醇線的 荷爾蒙膏 或者正常呢 就會改善 我們那個 那個乳腺 水囊乳腺 這個問題 那就是 從而發現呢 就是可能呢 癲質不夠呢 也都會導致這方面的問題 那但是癲質的 那個 那個用量其實很多 很多方面的 啊 譬如有些人呢 企圖呢 就是用 用我們叫做 Sodium Iodide 或者Lugo Solution 就是那個 那個癲化鈉 也有些叫做 Protessium Iodine 那 也都有一些呢 是用那些 啊 就是用蛋白質結合的 結合的 癲 那也都有一些 是用水性的 水溶性的 Iodine 叫做Diatomic Diatomic Iodine 那 那發現來說呢 那麼多類的 的 癲質呢 其實呢 只是用那個 水溶性的 Aqueous 或者Diatomic Iodine 它那個舒緩的程度呢 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四的 OK 那 那 是改善了的 這樣 那 那 而其他的人 百分之六十五呢 就是 也都發現 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 不良的 的 副作用在 那 所以呢 如果大家要選擇一下 就是用Din的方法呢 除了我們曾經所說的 用那個 海帶 是不是吃了海鮮 之外呢 那用一種 是一種水溶性的 Diatomic Iodine 基本上呢 那個療效呢 是比較上 是 是更加好的 是 好了 那食物那方面呢 大家都 就是跟大家說 是水方面 那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維他命B杂 是吧 那用在B杂治療呢 最 食物方面就是那個 啤酒酵母 是 是 是一個食物性的B杂 那那個用量呢 通常呢 一般的 最基本的建議量 就是十倍 那麽多 就是要大量的用 那還有一些營養呢 是幫助我們的肝臟的 譬如Maphionine 是一種甲硫胺酸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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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吃一個gram 那還有就是 膽 膽 膽 那個 這個 都連這個呢 那也都是幫助 那 抑菌阿麻子油 都和大家都 剛才分享過 那 我們說呢 我們的肝臟呢 我們的肝臟呢 是對我們那個 處理這個 那個 那個 荷爾蒙是 很好 就是很有關係 那 如果我們 預防的肿脹啊 或者是水囊呢 那當然我們也都考慮 可以用一些去水 去水有去水作用的草本的植物 那通常來說呢 比較常用的呢 就是用那個 我叫做Dandelion Dandelion Dandelion 是蒲公英 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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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lium, Aparin, A-P-A-R-I-N-E, Clivus 还有一个是Yalos,Yalos,Yalos,Y-A-R-R-O-W 还有一个是Uvaursi,Uvaursi,U-V-A-U-R-S-I,两个字,U-V-A-U-R-S-I 中文叫做红果叶,这些都有帮助 一种有少少去水作用的草药 除此之外,我叫做Poke Root Phyto Lacquer 也是在传统自然医药里面非常常用 有时候我们会用在一种油的成分下 来查料を测试乳房的 这个是用Poke Root Oil 史面上香港人比较难用 Poke Root 通常我们都发现对人的减脂肪很有用 发现在自然界有些猪子在吃Poke Root 、Berry 发现脂肪会减弱 也有人计同用 Phytolecler 这种草药是一种减脂肪的方法 我们也说肝是帮助我们身体的荷尔蒙的生疼代謝 我们补肝的草药最常见的是牛绑 Burdox Burdox 还有蒲公英筋 这次不是蒲公英叶 是Dandelion Roots 还有羊白鸡 这些全都是很普通的做法 这些也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可能有机会听过一位医生Dr. John Lee 我在澳洲的时候我也见过他 他有段时间大量推荐一种外用的外茶的Progesterone Cream 在植物里面提现出来的刺激素 因为既然很多苦科的问题都是由我们的荷尔蒙的失调 刺激素太高 刺激素太低 刺激素太低 我们的手的内侧 即是接近血管表面的地方去查 根据这位医生 这位是西医的Dr. John Lee 他说在他的临床经验里面 从来没有一种没有改善过的 这也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 通常会令到你的水浪和乳房的水浪会减低 甚至乎消失的 你一直查到它没有了 在平时就再用一个小剂量作为一个维持的作用 通常就是在手掌或者乳房去查 所以这些是我们有很多这种方法 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女性遇到乳房有纤维或者有水浪的时候 是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不要大家觉得很无奈 要等到它变成癌症去做事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些工具 其实是在很多好的健康店里面 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的 各位女听众听完之后 记住自己多些做一些保护自己的动作 例如通一下淋巴按摩自己检查胸部 还有可以尝试一下原医生刚才介绍的营养补充剂 还有之前有几集节目都看过 除了外出的时候 在家可以减少配戴胸围 去确保自己的胸部健康的状态 是的 袁医生 最近那次马拉松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很多选手虽然是运动健壮 或者是经常做运动的人 但是他们都会突然出现死这个症状 其实他们已经是一群这么常做运动的人 为什么都会这样呢 其实是否在食物方面的营养补充不够 还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你觉得很明显 没有人一点 长跑长跑 其实每年运动的这种状态 都有人死亡 以及人都有这些问题 而且很明显 不是只是做运动 拼命做运动 长跑 其实我跟大家也分享过 其实这样的马拉松的长跑 其实对身体来说 不是一件好的 你这样跑就好像被人追杀 你的身体的腎上线是曲得很痕的 腎上线素这些可以是一种压力的荷尔蒙来的 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类的运动 其实长远来说对健康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好了,那为什么会见到后年生的人呢? 经常都见的,香港有时候的小孩无端端这样 出现了之后,肯定说他可能有隐性的心中病 经常都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人提问会不会有其他因素呢? 会不会在他的营养方面做得不够呢? 你知道营养的东西不可以少,你少就是没命的 比如维他命这样,你事实的一个维他命没有都会死 所以它叫维他命,要维持你的生命 所以A、B、C、什么都好,事实的一个你没有,你都死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健康是很视乎我们的食物和营养的 好了,那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做呢? 至少从食物方面来看有什么食物可以帮助我们的心脏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就是知道哪一种食物是直接帮助的 跟大家介绍10种食物 大家不妨写下它 第一个食物就是合图,Wallnut 这个合图里面含有阿麻油酸的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对舒解和防治心脏血管疾病非常之有益 我吃多少度呢?大概每天45克45g 那其实什么呢?就是一只一只一只 通常最简单是手一只一只 10分钟就吃10分钟的小只大只吃大只 那就是你的体重,你的人高大的 那就是大只小只大只 那这个呢,就可以就是 令到我们那个血清的胆固醇含量 就是Total Collastro是减低5.4% 也都低密度的蛋白胆固醇 就是LDL,Low Density Lipoprotein 是减低9.3%的 那我都知道高密度是好的 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是不好的 那好了,合图已经可以有这方面有帮助了 第二就是黄豆了 黄豆含有不饱和的脂肪酸很多 还有维生素E 还有那个卵氛脂 能够有效降低血脂 特别含有大量的亚麻 亚麻二希酸 能够降低胆固醇 还有血里面的黏绸的血液 黄豆是一个非常之好的 那第三,大蒜 我想香港很多人都会吃大蒜 那个硫黄物质的混合物 可以减少胆固醇 防止血泉的形成 高血脂的患者 每天大概可以吃3克3克 可以令到血脂和胆固醇明显下降 当然吃那次最简单就是吃那些 味道比较重的那些 当然有些人觉得味道太重不方便 社交上不方便 那他吃什么呢 吃一些卡丽利亚都有的 卡丽利亚是一种去到那些味道的 但最简单来说大蒜 那第四呢 什么呢 橄榄油 写下它是olive oil 那因为那个橄榄油呢 含有大量的单元不饱和脂肪 就是monosaturated的脂肪酸 那也都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 减少那个罗患心脏病的危险 那接着来就是烟物 烟物也含有丰富的阿麻油酸 也都可以降低总胆固醇 和三酸金油脂 这个triglyceride那方面 同时可以清除 是沉积在血管壁里面的低密度 这个肢蛋白就是lippoprotein 防止动物足弱硬化 这个就是烟物 我记得我有位朋友的爸爸 每年去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 Mayor Clinic做身体检查 发现他一般人有少少高血压 有少少胆固醇 那竟然这个世界有名的医疗中心 配方是叫他吃高纤维 吃烟物 那他乖乖地做了一年之后 回去之后 咦 什么都这问题都全部都改善了 好了 大陆就是番茄 番茄是富含茄红素 它有结合人体的胆固醇的代謝物 它的生物检的作用 防止人体的动物的硬化 还有防止冠心脏病发生 所以番茄也都好的 那很多种食物 我经常都要求生食好 那番茄就发现不是的 番茄就算煮过一下都好的 那所以有时番茄吃一些番茄的那些 那些酱啊 那些葱姜酱啊 那其实一样有帮助的 好了 第七类的食物呢 就是那个黑木耳了 黑木耳含有胶质量的活性的物质 能够显著是缩短凝血的时间 亦是达到疏通血管 防止血泉形成的作用 那对于防止那个那个 那个灌心病和脑血管疾病很有益的 就是中风这方面 那这个也是香港的常见的食物来的 那第八呢 就是洋葱 中安然是洋葱 那含有前液腺素 有扩张血管 减低血脂的功能 那同时呢 亦都含有个 欺丙基二流化合物 和少量的 个流氨基酸 可以防止动物的 触阳硬化 那就是血管硬化 那第九对食物就是鱼 鱼肉 那鱼呢 含有丰富的米加三的脂肪酸 能够让心脏的跳动的 节奏呢 保持平稳 防止血液凝结 亦都可以减低血压 防止血泉 每日大概 每周 大家吃两次 亦都可以 令到我们 患心脏病 发死亡的危机 减了三分之一 嗯 那最后呢 就玉米了 那玉米呢 含有丰富的钙 鱼 和西 的微元素 和鱼鱼脂 维生素E 亦都具有是减低血清 和那个胆固醇的作用 那就是十大的食物 就是香港人呢 尤其是做马拉松 跑马拉松的选手呢 记住呢 都可以在这方面要留意一下 好的 不过呢 黄豆 就是 勸语各位听众 就最好 就是购买一些有机的黄豆 因为黄豆是 怕改种 是很厉害的 是很厉害的 是 那就会安全一些 是 好了 那就是有些什么食物 就是我曾经说的一些好的食物 那有些不好的食物 就是一般人都 可能不察觉的不好的食物 那都要留意一下 那在外国有位专家呢 是 塔米吉呢 塔米吉呢 他就 他就举了五种 就是消费者应该避免的 所谓健康食物 就是一般人以为 那其中一个是低脂的花生酱 那低脂的花生酱呢 其实呢 就 卡路尼和糖的比例呢 比一般花生酱更高的 那他说低脂的花生酱呢 消费者一般呢 就这样买那个 买的花生酱都已经 已经足够了 就是不用吃一些低脂的花生酱 那还有有很多呢 是可以避免的 就是很多的维他命补充饮品 嗯 因为很多时候 现在市面呢 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饮品呢 都有加很多的 维他命啊 抗物盐下去的 是啊 那这些这样的 补充剂呢 其实可能是 就是要大量进食呢 其实对身体呢 未必是有什么好处的 那这个市面大家都看到的 那饮品方面 那第五种应该避免的食物呢 就是我们叫做能量棒 那些零食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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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呢 虽然呢 包含了有 有補充的维他命啦 蛋白色纤维呢 但是这些那个 那些能量棒呢 其实都是热量的炸弹来的 就是他们那个 卡路里是很高的 那所以都不可以觉得 都不应该是属于 健康食品 那当然啦 有时候你去爬山啊 需要补充的能量啊 那都无所谓 那好吧 那第五种容易让人混牛的健康食物呢 那就是杂粮的食物呢 那很多些 chips啊 就是不同的 什么片什么片呢 那除了这些chips呢 那不如呢 你就这样吃那些全谷的食物呢 那就是更加好的 那就是尽量都避免啦 那有些做了一种呢 就很强调呢 就说这种 是不是用油炸过的 是的 用油炸过的薯片呢 和饼干呢 那我们都经常都 一般人以为呢 就是 这些是属于一个健康食物呢 其实这些这样的食物呢 可以说呢 都是加劳利多 营养也是少的 那就是这些是一般都 在人以为都是健康食物呢 其实都不是一定 不是真的那么健康的 那就是跟大家呢 就是提示一下啦 OK 是 好了 那很多谢袁先生 刚刚帮大家说了 那么多健康食品的资料啦 听中 我现在重复一次 刚才我十样健康食品啦 那大家有时间的话就写下啦 头一位是核桃啦 然后是黄豆 第三位是大蒜 第四位是橄榄油 第五是烟麥 第六是番茄 第七是黑木耳 第八是洋葱 第九是乳 第十是玉米 不过呢 各位听中 如果之后想去购买 肉 玉米和黄豆 就要小心啦 因为在 怕改造食物市场里面 这两样食物占的份额 比重都很大很大 可以的话 最好购买 是有机的啦 有认证的啦 对自己身体都会 保障大些 各位听中 如果有什么意见 欢迎你们随时去到 圆网台的讨论区里面留言啦 今集的时间到啦 各位再见 好的 下次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是 ealing.com.hk 好 好 感谢观看